大家好 歡迎收看不正常魔術方塊頻道 今天要分享的是彈塊魔方的教學 彈塊魔方只有一個顏色 轉動的時候會有某些色塊會彈出來 某些色塊不會彈出來 不同的轉動 彈出來色塊的位置會不一樣 方塊玩了那麼多年 第一次遇到那麼奇怪的方塊 本來覺得二階方塊應該不難 可是拿到這個方塊居然轉不出來 其實色塊的彈與不彈 其實是由內部的磁鐵來決定 我們撥開方塊來看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奇怪的小孔 這個小孔裡面內部隱藏磁鐵 磁鐵有分南北級 也就是NS級 只要在極性不同 只要這個極性不同 它就會互相吸引 色塊就不會彈出來 極性一樣的話互相排斥 這個色塊就會彈出來 其實這個方塊如果隨便轉一轉的話 其實是有機會靠運氣就可以完成 不過這個影片不會教你如何碰運氣 而是教你用一套有系統的方法 來完成這個方塊 學習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是如何判斷磁鐵的極性 第二個是如何排列這些極性 這個方塊的色塊要全部收起來 其實排列不只一種 我知道了就有七種 用這個影片的方法可以做出其中的四種 如果再修改一下的話 還可以做出三種 至於是不是還有其他的排列方式 就要靠大家來摸索了 本頻道專注於各類魔術方塊 異智遊戲解謎遊戲的教學 如果你對魔術方塊有興趣 歡迎訂閱並打開小鈴鐺 以接收最新的教學影片 如果你有任何學習上的問題 或是想學什麼方塊 可以在教學影片下方留言 或是到FB不正常魔術方塊研究中心社團留言 想搜尋更多的方塊訊息 也可以到小雷的魔術方塊網站搜尋喔 在開始說明解法之前 我們要先知道一些關於這個方塊的基本知識 方塊如果轉動U層 只有上下兩個面的色塊的狀態會改變 側面的四個面的狀態維持不變 我們就轉動U層 只有上下兩個面會改變 側面維持不變 那這個是因為我們在轉動U層之後 上下兩個面的極性排列被改變 像譬如說這一塊 這一塊現在沒有彈出來 是因為跟下面的極性不一樣 那如果我們把這一塊移到這裡來的話 它現在彈出來 表示說它現在跟下面的極性是一樣的 那至於側面呢 那側面這兩塊 現在沒有彈出來 表示說它的極性不一樣 那不管我們怎麼轉動U層 它們始終是在對面 所以側面的狀態不會改變 那而且上下彈出來的位置 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像現在我們轉動U的話 上面這兩個彈出來 那下面是這兩個彈出來 位置一模一樣 那如果再轉 那現在這兩個彈出來 那下面是這兩個彈出來 位置一模一樣 那同樣的如果我們轉動R層 只有左右兩面 色塊的狀態 會改變 而且彈出來的位置 一模一樣 那轉動F層也是一樣 只有前後的狀態 會改變 而且彈出來的位置 一模一樣 然後我們把方塊轉亂 那像這兩個色塊 它是彈出來的 那所以它們的極性是一樣的 那我們要如何知道這個角 其他的兩個面 這個色塊的極性 那我們可以用這樣子的方式 順上逆下 再做一次 順上逆下 做兩次順上逆下 這個角就會逆時針轉一個方向 那如果我們再做兩次順上逆下 它還會再逆時針轉一個方向 那這次我們用英文代號 U R U' R' U R U' R' 這樣子 那這個角 用逆時針轉一個方向 那如果我們再做兩次 U R U' R' 它又會再轉回來 U R U' R' U R U' R' 那我們可以用這樣子的方式 來判斷這個角 它的三個方向的極性 像這兩個色塊是彈出來的 所以它的極性是一樣的 那至於它是 都是N級還是都是S級 其實這不是很重要 那我們可以隨便說 這兩個色塊都是N級 那我們做兩次 U R U' R' U R U' R' 這樣子 那這個色塊沒有彈出來 表示說它是S級 因為這一塊位置始終沒有變 這一塊是N級 這一塊就是S級 那剛剛的N級 跑到這裡來了 那我們再檢查一下 還有這一塊還沒檢查 所以我們再做兩 我們再來 逆時針轉動這個角 U R U' R' U R' 那現在又是彈出來的 那所以這個是N級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確定 這個叫做N S N 那如果我們檢查過方塊的八個角的極性 那我們會發現 方塊其實沒有全部都是N 或者是全部都是S的角 那方塊只有兩個角 那其中的四個是兩個N 一個S 那另外一個 另外四個是兩個S 一個N 那我們可以用這樣 方塊的這個特性 來排列這個方塊的極性 那轉方塊的第一個步驟是排列第一層側面的極性 那我們要把它排列成N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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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就是交錯式的排列 那我們先找出這種彈出來的這種色塊 我們把它放在第一層的這兩個位置 那因為他們是彈出來的 那所以他們的極性是一樣的 那我們可以把它定義成 這兩個都是N級 然後把它貼上黃色的貼紙 那我們可以逆時針旋轉這個角 那轉到這個位置的色塊 它沒有彈出來 那我們可以做兩次 UR U' R' UR U' R' UR U' R' 那它還是彈出來的 那所以它的極性通常是N級 所以我們再貼上黃色的貼紙 那我們繼續逆時針旋轉這個角 UR U' R' U' R' 這樣子 那它沒有彈出來 比如說它是S級 所以我們貼上白色的貼紙 那一個N級一個S級 那就表示說這個角我們的方向已經轉好了 那我們換第二個角 那第二個角的話 那這個位置我們同樣要放一個彈出來的色塊 那現在它沒有彈出來 所以我們可以去轉動右邊這一層 換一塊讓它是可以彈出來的 那它彈出來的話就表示說它的極性跟它是一樣的 都是N級 所以我們貼上黃色的貼紙 那我們再來逆時針旋轉這個角 U R U' R' U' R' 這樣子 轉到它沒有彈出來 那它就是S級 所以我們貼上白色的貼紙 那一個N一個S 那這個角就轉好了 那我們再來轉第三個角 那第三個角的話 這裡同樣我們要放一個彈出來的角 那現在它彈出來的色塊 那現在沒有彈出來 所以我們轉動右邊這一層 讓這一塊 這個色塊是彈出來的 那現在它是彈出來的 所以它是N級 所以我們貼上一個黃色的貼紙 那我們逆時針 轉動這個角 讓這個色塊沒有彈出來 U R U' R' U' R' 這樣子 那它沒有彈出來 比如說它是S級 我們貼上白色的貼紙 這樣子 那我們這樣子就完成第三個角了 那只剩下第四個角 那第四個角的話 我們就是看它彈出來的狀況 那現在它 它有彈出來 所以我們就直接逆時針旋轉這個角 那轉到它這兩塊 通常都沒有彈出來為止 所以我們就做 U R U' R'一次 U R U' R'兩次 那逆時針旋轉之後 它都沒有彈出來 表示說這個的話 極性跟它不一樣 所以它是N級沒有錯 所以我們貼上黃色的貼紙 那這一塊極性跟它不一樣 所以它是 這裡是N級 所以這個是S級 我們貼上白色的貼紙 這樣子 這樣子 那現在的話 我們檢查一下極性 N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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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那我們這樣子第一層就轉好了 那第一層轉好的時候 第一層的側面轉好的時候 所有的第一層的這個側面的色塊 通通都是彈回去的 通通都是收起來的 這樣子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第一個步驟 完成第一層側面的極性的排列 那在開始第二個步驟之前 我們先認識兩個基本公式 那第一個公式是順子針旋轉這個角 那公式是這樣子 第兩個公式是逆詞針旋轉這個角 那公式是这样子 R U' 2 R' U R U' R' L' U 2 L U L' U L 第二個步驟是要排列第二層側面的極性 我們要把他排列成n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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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列好之後從側面來看的話 這兩個就是N級 這兩個是S級 每個面都是一樣 這兩個是N級 這兩個是S級 我們要如何判斷第二層的極性 我們可以把他轉到第一層來 因為第一層的極性我們已經確定了 如果說我們要判斷這個 第二層的這兩個這兩個色塊的極性的話 我們可以轉動R' 把它轉下來之後 我們就可以判斷這個色塊的極性 這個色塊如果他彈出來的話 就表示說他跟這一塊的極性相同 沒有彈出來就表示說他的極性跟他不一樣 判斷完之後 記得轉一個R放回去 同樣的如果要判斷這一塊的話 我們可以轉F把它轉下來 如果他有彈出來 就表示說他的極性跟他一模一樣 他沒有彈出來 跟他的極性就是不一樣 判斷完之後 轉一個F' 放回去 判斷這兩個色塊的極性 我們會碰到四種狀況 第一種狀況的話是這樣子 這個轉下來 這個彈出來 這個轉下來 它也是彈出來 這兩個轉下去都會彈出來的話 就表示說這一塊的方向是對的 我們可以直接貼上NS的貼紙 我們可以直接貼上NS的貼紙 我們把它轉下來 這裡的話 它沒有彈出來 這塊呢 轉下來 它有彈出來 如果這邊有彈 智慧沒彈的話 我們可以套用順時針旋轉的公式 L'U'LU'LU'LU'U2RU'U2R' 這樣子 極性放好 這樣子極性就放好了 這邊是N 這邊是S 判斷好這個角之後 轉一個U 把它放到左邊去 我們再判斷第三個角 同樣的把它轉下來 這裡有彈出來 這裡沒有彈出來 這邊彈 這邊不彈 我們就用逆時針旋轉的公式 RU' 第四個角方向一定是對的 我們可以直接來看一下 轉下來它有彈出來 這個轉下來它也有彈出來 所以第四個角方向一定是對的 所以我們也是貼上NS級的貼紙 完成這個步驟之後 我們可以發現說側面 側面的所有的色塊一定是彈回去的狀態 一定是全部收起來的狀態 剛剛的例子我們沒有遇到兩個都沒有彈出來的狀況 我們現在來看看另外一個例子 我們先看這個角 這個角的話轉下來這裡有彈出來 這裡轉下來它也有彈出來 就表示說這個角的方向是對的 所以我們直接貼上NS的貼紙 方向對了我們把它轉一個U放到左邊去 我們再看這兩塊它的方向 這一塊的話它是收起來的 這一塊轉下去它也是收起來的 如果碰到這種狀況的話 其實我們會沒辦法判斷 我們到底是要做順時針還是要逆時針的翻轉 所以這次我們就要拆 隨便拆一個 像譬如說我現在拆一個逆時針的翻轉 L R U' 2 R' U' R' U' R' L' U2 L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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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U' 那拆完之後我們還要檢查一下 到底有沒有拆對 那現在轉一下 這一塊是彈出來的 那如果這個轉下來呢 它沒有彈出來 就表示我們剛剛拆錯了 我們還要再做一次 逆時針的翻轉 R U' 2 R' U' R' L' U' 2 L U' U、L'、U、L 這樣子 這樣子才對 我們檢查一下 這裡有彈出來 這裡也有彈出來 如果我們一開始就是選擇順時針的旋轉的話 那就會猜對了 這樣子的話 現在這個是N這個是S 我們再貼上貼紙 這一塊轉好了 我們再把它轉一個U移到左邊去 我們再來判斷這一塊 轉下來 它沒有彈出來 這一塊 它也是沒彈出來 又遇到了兩種 又遇到了 兩個都沒有彈出來的狀況 這次我們先拆 順時針的翻轉 L' U' L U' L' U' 2 L R U R' U U2 R' R' 拆完之後 還是要檢查一下 這樣子 這塊沒有彈出來 現在轉下來 這塊有彈出來 表示我們又拆錯了 這次應該要逆時針才對 可是來不及了 我們只好再做一次順時針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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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U' 2 L' R' R' U'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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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再檢查一下這兩塊 即興 對不對 彈出來 彈出來 所以即興是對的 NSG 同樣的第四塊 第四塊 我們不用看 第四塊的方向一定是對的 我們檢查一下 有彈出來 這裡也有彈出來 方向是對的 所以是NSG 完成之後 第二層的側面 一定通通都是收起來的 所有側面的即興看起來就是NSG 最後一個步驟是完成上下兩個面即興的排列 我們會遇到五種狀況 第一種狀況是四個N都在同一個面 四個S都在同一個面 遇到這種狀況的話 算是最幸運的情況 上下兩個面自動就完成了 第二種狀況是三個N 一個S 三個S 一個N 遇到這種狀況的話 我們轉到U層就可以完成 第三種狀況 另外還有三種狀況是兩個N 兩個S 兩個N 兩個S 這時候NS的排列就會很重要 如果上下兩個N都是相鄰的 兩個S相鄰 兩個N相鄰 兩個S相鄰 或者是上下兩個N都是在對角線 兩個S在對角線 兩個N 兩個S 碰到這種狀況的話 轉動U層也是可以完成 最差的狀況是 其中有一個面 N是相鄰的 S相鄰 另外一個面 N是相對 S相對 碰到這種狀況的話 不管我們轉幾次U 都沒有辦法完成 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就是這種狀況 不管我們轉幾次U 都是沒辦法完成 我們來看一下上下兩個面 有沒有什麼差異 我們先來看這個面 這個面的話 現在兩個彈出來的色塊 是在這裡 如果我們轉一個U 兩個彈出來的色塊 跑到這裡來 再轉一個U 跑到這裡來 再轉一個U 它會出現在四個位置 那如果我們來看這個面的話 現在兩個色塊 在這裡 如果我們轉一個U 它跑到對面來 再轉一個U 它又回來 它只會出現在兩個 兩個位置 我們找到這個面之後 我們只要做一個 這兩塊的交換 就可以完成這個方塊 我們可以用T-Pen的公式 來完成這兩塊的交換 R U R' U' R' F R2 U' R' U' R' U' R' F' 转完之后可能还要搭配一下转动U层 转一转这样子 这个面就可以完成了 最后我来说明一下 如何用三步來完成特殊挑戰 所謂的特殊挑戰就是所有的色塊全部都彈出來了 首先我們檢查一下方塊的上下兩個面 是不是兩個N兩個S 而且兩個N兩個S要相鄰 我們轉動U層 看這個色塊 現在是沒有彈出來 彈出來 彈出來 沒有彈出來 沒有彈出來 所以我們很確定這個 上面的極性分佈是兩個N兩個S 而且兩個N 兩個S他們都是相鄰的 我們來看一下方塊要怎麼拿 我們先轉動U層 檢查一下彈出來的色塊 現在兩個對角彈出來的色塊是在這兩個位置 我們轉動一下方塊 讓它彈出來的位置 在這兩個位置 我們再把U層還原 這樣子 這樣子拿好之後 我們就可以試試看 我們做 F R2 那做完之後檢查一下是不是側面全部都彈出來 那如果沒有的話 就表示我們方向拿錯了 我們 復原一下 R2' F' 這樣子我們方向拿錯了 我們把方塊 轉180度 我們再檢查一下如果我們轉一次U 是不是彈出來的對角 在這兩個位置 如果這兩個位置的話 這樣子 我們方向 方塊拿的方向就沒有錯 我們再把它還原 我們再把它還原 那再做一次 F R2 這樣子 側面 全部都彈出來 那這時候再補一個U 這樣子 全部都彈出來 那我們再還原 U' R2' F' 這樣子 再做一次 F 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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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這個方塊要完成所有的色塊 通常都收起來沒有彈出來的狀況 NS級的排列方式至少有7種 你也可以自己開發其他可能的排列 今天的教學就說到這裡 如果有說明不清楚的地方 請在影片下方留言 或是到FB不正常魔術方塊研究中心社團留言 如果有想學的魔術方塊也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做教學不容易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不要忘記訂閱按讚分享 謝謝大家 請回按讚 訂閱按讚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